春暖花开 爱美的你准备好了吗 五彩斑斓的春装市场什么才是最流行的 新中市 机能风 大胆壮色 走访广州 深圳春装市场 看采购商 时尚买手 服装设计师各显身手 今年春装都能玩出什么花样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广州白马服装市场 广州白马服装市场 被以为服装品牌的重要服化基地 是品类丰富的中高档服装集散地 春节过后 这里的春装陆续上新 全国各地的服装从业者 都到这里来批发服饰 阿明在浙江温州 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做服装生意已经有七年时间了 阿明这两年都是和熟悉的商家 在线上选货 拿的款式比较保守 量也比较少 今年终于能来实地采购 他受到了商家的热情接待 自己也可以整体把握一下 今年春装的流行趋势 那今年春季都将流行什么样的服饰 哪些会成为春季爆款呢 今年主推的是像我们这些绿色系 然后白色 因为绿色嘛就比较清爽 然后呢春天就是像这种颜色 这个色系就比较说 大家看的会比较心情会比较愉悦 春天的颜色嘛 春意让然的颜色 这个款也是我们主推的一个款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也可以也挺好看的 可以搭个这个我们的一个纱裙 撞色的设计也是很漂亮的 然后它这个重点的话 你到时候可以给你客户推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纯手工的 就是非常有就是说 不易价值的 对有特色 面料的话也可以摸一下 轻浮性都非常好的 蛮舒服的 然后我上这一套 也是我们今年会主推的一个色系 像这种 它带点点那种就是说绿 偏卡其的一个色系很漂亮 这个就有一个颜色的吗 一个色一个色 对一个领结的话呢 是可以拆下来的 它本身是搭的是吗 配套的 可以拆下来 这么强 也可以像我们这么搭配 我里面搭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立体刺绣的一个小成衣 这也是你们家的吗 对啊 就整套拿就可以了 就这么搭 然后我下面搭的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小西装裤 就这么搭一套就很漂亮了 这家店的店长告诉阿明 绿色白色 这些每年春天都有的主打色系 今年春天依然会火爆 不过除了大面积的铺陈颜色 还有镂空编织 水墨画的中国风印染等 独特的设计作为点缀 更有春天清脆的感觉 我们今年主推的一组 我们的一个粉色系 来 这一组都是我们就是说 是客户反应比较好的一组 粉色系 对 这个系列你可以拿 还有这系列我们做了两个板 一个是衬衣板 一个是一个连衣裙板 它是有一个AB面料的 然后这一块的面料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触栓 这个舒服 这个是触栓的吧 对 目前好舒服 对对对 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品质也高了 对就是说我们服装的一个要求也会高 品质感会要求高一些 在服装流行趋势里 颜色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设计师也会根据市场敏锐捕捉消费者的诉求 力求抓到当下最流行的色系 在市场里我们看到 各种皮粉 亮粉 冰粉等颜色的衣服非常抓眼球 是今年春装的流行色系 并且同一种颜色会被做成衬衫 连衣裙 半裙等多种款式供选择 服装从业者们都想在今年春装上打一场翻身仗 所以阿明很快就拿了不少货 他期待往后的生意能越来越好做 今年的款式也多 然后呢 链色点也是比较多 所以我今年拿的链色点啊 这些也是比较多一点 因为今年放开了嘛 也讲拼一下 因为这几年武装太难做了 今年放开了想就是讲 看看今年是怎么样 讲拼一下咯 很多客户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来店的话他都是说量会增加 看好的货品的话 他会大量的去选购 因为今年大家可能像以往的话 像去年大家很多都可以 没有说买一些新款啊 没买新衣服 就说比方我们的消费者 像今年的话可能很多 大家想去旅游 想出去玩 想去拍照 可能就会大多都会选择一些亮色啊 新款啊这些 可能像去年的话 他线上订可能就 一个款的话就可能两手三手这样子 今年的话增加了两倍的样子 跟阿明不同 小五在广州本地就有一个服装店 他每两个月就来白马进货 所以小五的采购风格相对保守 他最注重的是服装的材质 有些村庄嘛 我肯定会看一下料子这样子 因为像村庄 其实在广州的天气里面呢 有些时候它是没有春季的 那它可能冬季跟到夏季 它就直接过渡了 那我可能有时候就会调一些料子 它是能就是夏季也能穿 冬季也能穿 就像醋霜这样的面料呢 它可能比较凉爽 夏天单穿比较凉爽 那冬天就是比较冷的时候 我要皮一个外套 那它就可以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比较看重材质 这样的东西 要棉麻这样子的 有没有一些就是面料 稍微没那么容易皱的 有坠感有质感一点 有这个有人像这种的话 就绝对绝对不会皱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殿之宝 招牌款 它这个面料呢 你看怎么它都不会皱 而且呢 你在广东卖嘛 它可以卖得很久 延续到夏天做防晒液 它都可以 而且它的颜色呢 它是有两个色来的 有两个色 然后这种它又是一个设计师款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很特色的 可以这样 然后它整个袋子 它又可以往后绕 它很特别 对像这种的话 卖的时间会很长 然后又是又可以做形象款 而且不挑人 这种的话 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 都可以穿 所以它的包容性 还是很强的 好像今年的粉色也是亮色 对对 粉色是今年的一个主打色 周宋矿市这家店的店长 他告诉我们 现在的消费者 对于服装材质 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其实春夏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讲究的可能更多的是透气性 因为后期会比较热 然后广东呢 其实大家都有一句行业 有句话 春夏看广东 所以说广东的话 对材质这些东西 还是要求比较好的 像这种的话 它就是百分百的一个 商产丝的一个面料 然后有粗酸面料 然后包括天丝 就是莱塞尔 然后像这些面料 都是比较欢迎的 这种的材质呢 它就是百分百的一个莱塞尔 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面料 它这种性价比也很高 很舒服 然后垂感很垂 然后这种的话 面料它又不太挨皱 很舒服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透气 透气吸汗 对春夏季的话 这样这种材质是比较受欢迎的 2023年春装材质的可选择性更加丰富 莱塞尔等透气性强 环保类 可再生的服装材质 在今年春季很受欢迎 像我们小伙伴身上的这个外套呢 它的面料是浮雕基里面料 所以它会相对更精致一些 然后这个是特定的一个面料 就是今年我们的一个设计 其实更多的去向于一个面料的选择 会更多样化一些 这种搭配的话相对会解约一点 因为外套的话会比较有点设计感 所以我们下面就配上了一个 比较有春夏感的一个莱塞尔面料的一个半裙 然后刚才我前面也介绍到过这种面料 所以它的垂感会特别好 看起来会很精致 然后内里搭的其实这一个 是我们2023年的一个下款 所以不要再说我们的春装有没有上了 我们下款都已经来了 这种的话带一点樱花那种感觉的上身也好好看 徐佳文是这家女装店的设计师家主理人 她告诉我们从正月16开始以来 她的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经常忙到一天都顾不上吃饭 经常饭吃一半就被客户叫走了 因为我们店里的客户一来的话 没有时间吃饭 包括我们这个货都带发的一堆 你看堆在路 都堆在这里 都已经没有时间去发货了 对 每天要加班 加班去打包 加班去发货 忙起来的话 从早到晚都不会吃饭的 热闹忙碌的市场也让徐佳文干劲十足 她以前专门做商务女装风格 今年春季 她增加了Y2K风格的设计 那什么是Y2K风格呢 她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款 就是Y2K和简约风格的结合 对 我们用一点点镂空的设计 有一点点女人的小性感 然后又比较实穿实用 因为我们品牌的文化就是以人为本 这样我们结合了元素 结合了实穿性 然后这样看起来的话比例就很漂亮 然后年轻化更好一点 你看我们整体的话就身材一个三七分嘛 三七分的话看起来女性的比例感是最好的 然后整体的话 商务女装以前都是比较成熟一点 现在做的就偏年轻化 偏活力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你可以看一下她们身上这种风格的 做一点点小镂空 有一点点露肉感 然后之后又不会说过于性感 比较适合女性在职场上来穿搭 有意思一点 Y2K风格就是千玺风的意思 上段下长的搭配 拉长身高比例 服饰风格非常具有科技感和透明度 给人一种复古与未来相结合的感觉 半边西服的设计嘛 这样看起来整个人有一点点商务的感觉 然后这边夏季我们又比较热一点 女性在职场的话其实也很辛苦的 我们坐这边薄透一点那种风格的 穿起来的话 又有休闲的感觉在 然后又足够职业 上班也OK 如果说我们下班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半边西服脱掉 直接穿进里面的一个衬衣 就直接可以换一个场合 去做那种休闲的风格去穿 而我们做这种裸粉色就比较衬皮肤 镜头也能看得到 她穿这一款的话 很抬她的肤色很显白 徐家文把Y2K风格的活泼 和自己熟悉的商务女装风格结合在一起 让职场女性的穿搭别具一格 除了商务女装外 今年春季的三系女装也让我们眼前一亮 店里所有的服装按色系陈列 让人仿佛掉入五彩斑斓的海洋 今年春装是主打的是特别亮的色系 有粉色呀 绿色 还有黄色 浅紫色 还有蓝色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橘色 还有我们的眉红色 以前是我们每年是几乎都是正常的话 都是八种色系 今年就是一共是十种色系 它身上的这套是我们今年春装的一个主打 也是我们一个主打的颜色 黄色系 它这种面料它我们都是润染的 就是自然润染的 不伤害皮肤的 穿身上特别透气舒适 而且款式呢特别时尚 而且今年今年做了一个衬衫式的一个款式 加这种老蝶裤 今年最流行的一款老蝶裤 特别一套下来是特别时尚 就是场景呢 就是走到森林里 就像一个森林的一个小精灵一样 森系服装风格是指穿着 有如走出森林的自然风格 以不做作 天真 自然的生活风格为代表 服饰风格多带有碎花 田园等花朵为元素 店长告诉我们 今年春天消费者倾向于走出房间 搬向大自然 三系风格也格外受消费者青睐 除了来批发服装的采购商以外 在白马服装城也有很多普通消费者 他们通常都是购买单件服饰 那在这个春天 他们想要选择什么样的款式呢 就比较喜欢纯棉的吧那样子 比较舒服 就一步说要穿上要比较舒服比较好 我要喜欢偏寒细一点的 我的话就是欧美风比较多 轻盈的 舒服的 显气色的 就是穿在身上眼睛一看 就是很亮眼的那种 我喜欢淑女一些的吧 跟淑女的一些 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有历史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比较喜欢心中式的东西 我们发现 消费者对于自己的认知 变得越来越明确了 追求的服饰风格 也越来越个性化 多元化 消费群体细分特别明显 我们的去年的主题颜色 大概是以冷色调为主 蓝 绿色 那么今年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又增加了一些暖色调 比如说我们的薰衣草色 还有我们的淡黄色 淡粉色等等 是那种充满了正向 我们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些颜色 全国的经济也在慢慢地复苏嘛 那大家的话 更多的是向往一些正能量的 一些感觉 让我们的生活 向往更美好的一些寓意 因为现在我们大概二月份 才刚刚开门没多长时间嘛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订单的量上呢 会比去年会大很多 大概是30%以上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 立秀服饰文化街区 是全国文明的原创女装批发市场 这里有服装品牌一万多家 原创服装设计人才六千多人 跟广州的服装市场一样 今年这里春装上新也是格外热闹 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涌入这里 为消费者带去最新的时尚春装 在这里的原创设计师馆 我们遇到了来自四川之中的 买手店老板张梅 她来深圳拿货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因为干了十多年的服装行业 张梅眼光独到 选货非常果断迅速 她告诉我们 今年人们的消费习惯 跟去年比有很大的不同 跟去年不一样的点 就是今年可能人的购买一万 更加的爽快 可能有些T恤他就是 哎呀这三件全部都给我来了 可能就没货了 有些可能就是提前没有备那么多货 或者我们自己去订 也没订到那么多货 可能就没什么货卖 就客户的就是买货的这种心理 相对比比平时就意望就高很多 成交率就高很多 去年可能你灌这个店铺顶多一两个人 今年可能你会灌起来人 就是说有人来人往 人很多很拥挤的这种 大家就都抢着采购了这种 消费者的信心提振了 市场才能再次充满活力 也使得村庄的货量变得减翘起来 采购商们都想着在今年大干一场 所以张伟拿货也讲究先下手为强 我看到有一个配了香蕉的西服来了吗 这里 我给你拿 这里 这个框一回去就卖完了 这个目前还在排档 我自己都想留一件结果还没留到 这个你还要排档 到了 我先赶紧安排 这个55给我发 好 去年就感觉就会鼎盛很多 没有像现在我要马上拿的这种心态 可能就会犹豫一点点 这个框拿回去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心里会多一点想法 对于不断推陈出新的村庄市场 让张伟等货15天无疑是致命的 她必须把村庄最爆的款第一时间收入囊中 那什么样的村庄是张伟认为能卖的好的呢 这个兔子西服你年前都补了好多 这个我已经年前补了好多 这个已经就是过年的时候 新冠的时候我就是卖了好多这个 因为就我们那边的话 对过年这个氛围就希望穿了有硬结一点点的 所以这个也是卖的挺不错的 张伟告诉我们 阔形西服是村庄里最受欢迎的款式 西装搭配今年生肖元素 在她的店里十分受欢迎 大胆的撞色夸张的印花图案很受年轻人追捧 刘大庆是这家店的设计师 他告诉我们 今年消费者的户外活动会更加丰富 所以他的设计更偏运动休闲一些 比如像这种条纹的 是我们今年出了一个美式复古的一个有款式 包括一些我们会用一些水果 包括一些在工艺上提升的一些用猪片 包括一些重工的刺绣来呈现它的价值感 今年因为村庄刚开始卖 反正起步还蛮好的 可能是根据这个大环境影响吧 可能第一波上来之后翻单特别多 像这种特别亮色系的翻单特别多 现在是 就是超乎我们想象 比如说像这种款 我们一年可能 以前可能春庄 去年春款最多一个人拿个几十件 今年可能有上百件这样拿的 因为今年春庄的火爆销售 也让设计师们看到了服装市场的希望 孙桂田是中国十家时装设计师之一 也是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的副会长 在他的工作室内 员工们已经在加班加点的赶制 今年秋冬款的设计了 一季服装的制作 需要经过设计师前期的企划设计 到选择布料 通过这样进行打扮 试版 先把走秀款制作出来进行发布 最后再走向市场 整个流程需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年春庄的爆卖 让服装从业者们都有些预期不足 孙桂田设计的服装品牌 改变了传统的旗袍形象 今年的春夏款更是色彩大胆艳丽 结构创新标新利益 在做创作的时候 我们当下的理念是以 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来重塑我们的中国元素 我们也不仅仅是把非常 例如说中国元素 非得客人画风的 但我们是非常巧妙地 应用进去让年轻人所喜欢 你看为什么这里要有核变 你从正面看的话 你看不到它的手臂 你从侧面看到它会显瘦 它会显瘦 有时候我们这里去做这种开挖的话 它反而会显瘦 它有非常荣誉的中国元素 例如说你看我们旗袍的领子 我们的盘扣 但是你看这个荷叶边 都是我们中国的服装里面 去更多的去阐述的 而且它整个的这样的衣服的扩型 它有些有一点法国的浪漫 这一块在这里 今年春夏的新中式风格服饰 通过设计师擅长的解构 与偏接手法 巧用泡泡袖 河野边 抽折 娃娃风等现代元素 搭配传统的衣巾盘扣 更能穿出中国年轻人独特的风采 这件也是在这种中西结合的 这种设计的理念 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旗袍里面 衍生出来的 跟一些我们当下的一些礼服 这种理念来做 首先一个它整个面料 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 我们的水墨那种感觉 那水墨我们更多的是黑白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彩色的 这种水墨的感觉有做出来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旗袍领 它就代表了 这是一个中国的元素 非常浓郁的 然后又是很西方的这种扩形 它就是一个东西结合 路肩修身的设计 搭配扩形抽绳大口袋 在女性的柔美和潇洒 复古与新潮感之间反复横跳 新中式风格 通过传统服饰元素 和新式的现代剪裁 款式的组合 符合现代人的一种观念 又带着传统痕践的风格 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 也体现了现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除了在线下进行批发和零售 线上的直播漫货方式 也是很受消费者追捧 而且在直播间里 主播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消费者 对于产品的看法 今年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粉 就是慢慢的 去年比如说有在犹豫的 今年会直接就去下手 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颜色 比如说我这个颜色 我怕驾驭不了 以前的话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现在的话 慢慢的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喜欢 我会去尝试 创意态度有展现出来 就越来越感传 除了新中式的风格 机能风在今年也十分火热 那什么是机能风呢 春状的最新特色 其实我们还是以未来感的 一个元宇宙的一个主题 去延续做的 那包括体现在服装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一些扣子 用的是子弹扣的一个感觉 对 这种感觉 其实它是很尖锐的 然后包括尖围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结构立体的 其实设计师在做这个的时候 他的一个构造想法 是根据一个建筑学的一个理论 包括我身上的这一件 大家可以看到 尖尖角角的风格是非常多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穿在女孩身上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个性 然后让别人觉得 会有一些距离感 但是现在的千禧辣妹风 它就是很喜欢这种风格 机能风是一种起源于 赛博朋克文化的传译潮流 风格鲜明 极具未来感和科技感 多口袋 长飘带 插扣等设计 也有着超强的功能性 这款机能风的西服 造型十分别致 竟然有三个衣领 肩形的话 刚好把领子坐在了肩位上 性感的同时又感觉 它不失一个设计的原创的思维 对 而且收腰设计的话 这边是打揽的 会显得腰要瘦 整个既有气场感 然后又不失小姐姐 自己身材的一个曲线展示 除了机能风 还有设计师将极具未来感的 宇宙星云等元素 融入服装设计 彰显时尚魅力 李斌是深圳一家 专门做服装流行趋势公司的负责人 每年通过分析大数据 和海内外各大时装座的流行动态 来把握服装的流行趋势 李斌告诉我们 今年春季 新中式风格的连衣群 成为消费者的最爱 从我们在二月份第一周 电商消费数据当中的一些显示 那么其中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就是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 新中式的国风的连衣群 那以往的这种新中式 可能我们更认为 它是街头的或者是潮牌的 甚至一些比较传统的 这样的一些方向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方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更加优雅女性化的 这样的一些造型 或者是非常酷的 接近于现代感的 利用了一些中国的一些元素 来表现当代的 这样的一些精神的风格 非常的明显 因为消费者对于接触自然 包括对于新的生活方式 接触户外 包括徒步 包括露营 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 消费者其实对于 自己的爱好的方面 会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年春夏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 就是关于这个芭蕾的连异群 就是芭蕾元素 它可能会结合一些特别可爱的 非常运动的方向 但同时还会有一些优雅的 一些材质的一些变化 那这里面都会表现出 女性浪漫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春暖花开 新装上市 服装市场里有哪些新动向 极简风 国潮风 度假风 炫酷风 哪个能成为2023年的流行风 绿色 粉色 黄色 紫色 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 去寻找这个春天 最靓丽的服装吧 敬请收看 消费主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